教大家画朵郁金香 请耐心观看哦 首先铅笔画个长方形 左边切四分之一 右边画个倒梯形 画出前面花瓣 右下角画个椭圆 框出上面花瓣 最左边来个很长的平行四边形 表现花瓣形体 然后稍微修饰一下边缘很尖的角 擦浅后用粉色彩线描一遍 就可以开始双色啦 线稿这步你有学到吗 双击告诉我吧 接着用粉色整体涂一遍 浅色部分轻一些 接下来用深一点的粉色 画在花瓣的暗部 由下往上渐变 然后叠粉色过度自然 左边小花瓣也是一样的粉色和深粉色 由下往上游深到浅涂色 上边的浅色花瓣直接叠粉色 右下角花瓣颜色很重 先叠红棕再加点橘黄和粉色 最左边花瓣用到同样的深粉色 接下来画浅色花瓣的区域 暗面部分直接粉色加深 最上面花瓣粉色加黄 用非常浅的粉肉色和黄肉色 整体过度一下亮面部分 花干颜色很深 先叠红色再用绿色覆盖住就可以了 粉嫩的浴巾箱完成 你有学到吗 我们看一个围内 aren't 我 我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